《耶穌基督诞生的标记》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讲第十课 讲基督诞生的标记 耶稣基督诞生的标记 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也仍然是分成三个小节来讲 第一个小节要讲到天主所给我们的标记 通过很长历史的时间给我们标记 第一个天主要告诉我们的是 孩子是天主所赐的 让我们开始意识到 孩子不是说两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 只要两个人决定就可以有孩子 每一个孩子来都是天主所给予我们的 所以天主要给我们很明确的认识 孩子是天主所赐的 天主的儿子来到人间 更是天主所要赐给我们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讲到圣母玛利亚 我们讲到她的童真受孕 我们要讲这童真受孕真的可信吗? 第三个 天主教是拜圣母教吗? 所以这三个我们要一二三 我们一步一步地把它讲清楚 我们现在开始先讲第一课 说孩子是天主所赐的 天主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当祂的儿子来到我们人间的时候 我们能够认出来的时候 所以天主用很长的时间 通过那些信赖祂的人 再给我们表达一个很清楚的标记 这个标记 我们看首先第一个 通过亚巴郎和撒拉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天主许诺说他们的后裔会多如繁星 可是我们知道当他们生业伊萨格的时候 亚巴郎已经一百岁了 他的妻子撒拉也已经九十岁 这个他不说是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 亚巴郎所生活的年代 在这个时候天主通过他告诉我们是说 孩子是天主所赐的 在撒拉绝经以后天主才赐给他一个儿子 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看亚巴郎和撒拉的儿子伊萨格 伊萨格娶的妻子叫黎贝加 黎贝加也不生育 后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伊萨格就为此而向天主祈求 天主就应许了他的祈求给了他们儿子 这个时候他们生了一个双胞胎 是雅各伯和额撒乌 那你说为什么天主所召教的人 这么跟随天主的人 天主让他们生孩子这么困难 因为天主要给我们这个标记 非常清楚给我们标记 我们知道伊萨格和黎贝加生雅各伯 差不多公元一千六百五十年 公元前一千六百五十年左右 再往后 差不多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这个时候有一个名长叫萨穆尔 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里面有 萨穆尔上篇 萨穆尔下篇 指的就是这个 萨穆尔 萨穆尔的母亲也不生育 叫亚纳 亚纳一直都不生育 她非常地痛苦 后来她来到天主的圣殿去祈祷的时候 她就说 祈求天主给她一个男孩 她说如果你给我一个男孩 我就把她献于上主的圣殿 后来她就怀孕了 就生了一个男孩 后来就把这个男孩奉献给天主 萨穆尔很小的时候就是从圣殿里面长大 后来做了以色列人的名长 他就是给后来达威王浮游的那一位 所以这个是萨穆尔 如果我们再往后看 到公元前差不多七百五十年左右 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 伊萨伊亚做了一个预言 当时犹大王是叫阿哈斯 当时天主说让他可以求一个证兆 阿哈斯说我不要试探天主 这个时候伊萨伊亚作为天主的先知 就跟他讲说 天主要亲自给你一个证兆 这个是讲了这样一句话 在第七章第十四节 是这样讲 他说我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证兆 天主要亲自给你一个证兆 他说看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阿玛努尔 这个话里面好像隐藏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 这个孩子是什么? 这个孩子要被叫阿玛努尔 阿玛努尔的意思是说 天主和我们在一起 天主要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临了 天主的儿子跟我们在一起 就是说天主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在公元前七百五十年的时候 天主通过先知又有预言 再往后到十七就满了 十七满了 天主的儿子要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 在耶稣之前的最后一位先知是习者若翰 结果习者若翰的父母 杂加利亚和伊撒博尔也是不生育的 圣经里面特别讲到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里面 这里讲到 这样讲 他们两个人 是指着习者若翰的父母 他们两个人在天主前都是义人 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理规行事无可指责 但是他们没有孩子 因为伊撒博尔素不生育 而且两人又都上了年纪 圣经里面特别讲 而且两人都上了年纪 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面自然想到谁啊? 自然想到亚巴郎和撒拉 他们也是上了年纪 素不生育 没有孩子 这个时候天主再一次给我们标记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天主要赐给我们 天主要赐给我们孩子 时期满了 我们知道天主的儿子要来了 这个时候天主行了一个大的奇迹 玛利亚生耶稣 这一段我们读给大家听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 这一段非常地特别 这里我们看圣经里面这样讲 说天使加比尔逢天主差遣 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 到一位童贞女那里 他已与达威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 订了婚 他跟若瑟订了婚 但是还没有成亲 彼此还是分开来居住这个时候 他说同真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向他说 天使进去向玛利亚说 万福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这个时候玛利亚听到这个话 她说她却因这话惊慌不安 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信 看你将怀孕生子 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是伟大的 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威的玉座赐给他 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远 他的王权没有终结 接下来玛利亚向天使说 这事怎么能成就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我不认识男人 没有跟男人有什么交往 这个时候天主答复说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辟因你 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说 耶稣基督是天主圣神的能力 使得圣母玛利亚怀孕要生子 这个跟圣经1800年 从亚巴郎开始的信息非常一致 是说儿子、孩子是天主所赐的 这个时候天主要行一个奇迹 天主的儿子要来到 玛利亚要因圣神而受孕 今天我最后要留给大家的一句话 我们看到一路来 天主是留给我们很多的标记 使得我们不要错过 错过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 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 当时圣母听到了这个话之后 她回答了天使一句话 她说看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天主的话成就于我吧 所以今天就留给大家这一句话